大家好朋友们 礼拜二 9月28号上午 西班牙的时间 8点45分啊 给大家读一封 这个粉丝的来信啊 坎爷您好 我的老家山东 遭受水灾了 我是您的粉丝 住在某 某国吧 住在某国啊 也是一个西方国家 某一个大都市啊 总看您的节目 从来也没想过 能给您爆什么料 这两天 老家的村里的乡亲们 发的视频 连日大雨 村旁的大河 已经漫出水来了 庄稼地里的水 没地方排 水都没过漆盖了 正赶上收玉米 乡亲们很惨 很惨 周围的村子 我看到的视频里 就都淹了好几个了 山东省 辽城市 深县 古城镇 深 上面一个草子头 下面一个辛苦的心 是吧 有深县 有灌县 有林青 是吧 这都是辽城 灌县 这个和河北的管桃 那边离得挺近的 这个我还用过一个保姆 就是灌县人 灌县的 还用过一个装卸工 也是灌县的 这个灌县的那个保姆 我姓晋 姓晋 一个阁 一个金 姓晋 这个其中有这个 岔楼村 岔楼 叉啊 叉 一声啊 二声啊 叉啊 叉 叉楼 当地人叫叉楼 叉路口的叉啊 叉楼村 叉楼村啊 黄堤口村 兆头村 西关村 我相信郭文贵家 所在的村的西曹营村 肯定也难逃 啊 他们离郭文贵家很近的啊 虽然我家已经不种地了 但是看得我心里很难受 毕竟是自己出生的地方 对啊 这就一句话叫人不亲土还亲 是吧 想借您的节目念叨几句啊 由于有点激动 我还写了几句 写了几句类似于诗哈 前些年有个词叫活酒见 言外之意 活的酒 啥事都能看得见 不一定吧 你见过玉米地的水 墨漆盖吗 你见过划着船掰玉米吗 你见过收玉米 穿着全身的水裤吗 你见过村头的 河水漫灌进村吗 你见过村里的街道 齐腰身的水吗 这不是前一段河南都这样吗 甚至比那还惨 还死了好多人 是吧 你见过收回来的玉米 没办法脱粒吗 啊 对啊 家家户户都进水了 你的玉米最后不也就 没变了 没变了 腐烂了 最后也就全损失掉了 晾晒 再没办法脱粒 晾晒 在玉米碎上就发芽了吗 发芽就是没变了 就完了 保证 村里这些年去世的老人 一辈子没见过这场景 有人肯定抬杠 可以脱粒烘干呢 怎么不干呢 这种反智商的问题 老子不屑于回答 生在大城市的人 天生就该有优越感 一点没错 农村遭灾 根本不算新闻 也不必上新闻 因为这些事都不如上海 北京深圳马路上压死一条狗 传得远 辛苦了 村里的老少爷们们 加油加油 下辈子投胎进北京 别再也别干这屌活了 谢谢侃爷 一如既往的支持您 某某国某大城市的忠实粉丝 其实也不是城里人 有的人他是不懂这些东西 也比较冷漠 但是主要是中国的媒体 他不给你播这些 是吧 你看这个景象也确实挺惨的 这老农民就这么点收入 他没别的收入 是吧 他没办法 真的没办法 谢谢这位粉丝啊 这个也不要过于的难过啊 着急 这个在中国呀 天灾和人祸都是掺杂在一块的 甚至有的时候没有人祸 没有天灾也有人祸 是吧 1960年前后的三年大饥荒啊 中国的主流媒体对外宣称说是三年自然灾害 据统计那三年没有什么大的自然灾害 就是人祸 中国很多时候就是人祸 好吧朋友们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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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